今天是母亲节 首先在这里乡乡在座的每一位母亲祝贺 首先我要在这里向在座的每一位母亲祝贺 愿上帝的恩惠慈爱都与你们同在 愿上帝的恩惠慈爱都与你们同在 母亲节是由一位母亲结婚 母亲节是由一位没有结婚 一直都陪在妈妈身边的安娜贾维斯所发起的 一直都陪在她的妈妈安娜贾维斯所发起的 安娜的妈妈心底很闪的 安娜的妈妈很善良 也都很有同情心 而且很有同情心 她提出应该要设立一个节日 她提出应该要设立一个节日 来纪念这些妈妈为家庭付出的 来纪念为家庭付出的妈妈 不过她这个愿望还没实现之前 但是她这个愿望还没有实现之前 她就已经死了 她就已经死了 安娜在1908年 安娜在1908年 当时美国的总统正式签署了 当时的美国总统真实的签署 签署了这个法案宣布 5月第二个星期日做母亲节 真实那个法部宣布 5月第二个星期日定为母亲节 到了今时今日 到了今天 母亲节已经被推广为一个国际的节日 母亲节已经被推广为一个国际的节日 在很多地方都纪念母亲节 在很多地方也纪念母亲节 每一天为儿女初心这样担心那样 每一天为儿女操心那样操心那样 相信大家都会同意 相信大家也会同意 儿女在妈妈的眼里面 儿女在妈妈的眼中 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小朋友 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小朋友 所以不理你是多少岁 所以不理你是几岁 妈妈都会说今天冷了穿多件衣服 妈妈都会跟你说今天冷了穿多点 各位母亲多谢你辛苦了 各位母亲谢谢你辛苦了 作为一个妈妈能够看着自己的子女 健健康康康的长大成家立业 作为一个母亲可以看到自己孩子 长大成人成绩立业 无论付出多少牺牲多少都是值得的 无论付出多少牺牲多少也是值得的 听到一句妈妈我爱你 什么都补回来了 听到一句妈妈我爱你什么都补回来了 等姐妹如果你想跟你妈妈说一句 妈妈我爱你母亲节快乐 妈妈我爱你母亲节快乐 那你就不要害羞 那你就不要害羞 也不要怕不好意思 不要怕不好意思 要把握这个机会去说 把握机会爱你的妈妈 要把握机会去讲 把握机会去爱你的妈妈 正所谓子欲养而亲不在 正所谓子欲养而亲不在 圣经都记载了有很多的妈妈 圣经里面也记载了很多的妈妈 有些大家都很熟悉的 有一些大家都很熟悉的 耶稣的妈妈是谁 耶稣的妈妈是谁 玛利亚 大家都知道 不过有些大家也不熟悉的 但是也是有很多大家也不熟悉的 有些连名都没有 有一些连名字都没有 今日的经文就记载了一个 有名有姓的妈妈的经历 今天那个经文就是记载了一个 有名有姓的妈妈的经历 我们一起来到读出今日的经文 路德记第一章一道五字 我们今天一起读今天的经文 路德记一章一道五节 当时时丙正的的时候 国中终于疾伤 在犹大伯利行 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 往摩押地去寄居 这人名叫以利米勒 他的妻名叫那鹅米 他两个儿子 一个名叫马伦 一个名叫基里 都是犹大伯利行的 以法他人 他们到了摩押地 就住在那里 后来那鹅米的丈夫 以利米勒死了 圣下苦人和他两个儿子 这两个儿子 取了摩押女子为妻 一个名叫王丹 一个名叫路德 在那里住了若有十年 马伦王既然二人也死了 圣下那鹅米 没有丈夫 也没有儿子 我们同心祈祷 主要求你帮助我们 能够从你的话语中 得见你的良好 生命得到造就 得到改变 祷告我 是奉我主耶稣基督 圣命祈求 对 今天经文中的这个妈妈 叫做拿鹅米 今天经文中的这个妈妈叫拿鹅米 拿鹅米有甜的意思 拿鹅米原来有甜的意思 不过他叫人不要再叫我拿鹅米 但是他叫人不要再叫我做拿鹅米 因为觉得自己已经跟甜 且不想任何关系 因为他觉得自己已经跟甜 扯不上任何的关系 他说叫我做马拉 他说叫我做马拉吧 因为当时的他真是苦不堪言 因为当时的他真的是苦不堪言 不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为什么拿鹅米会这么苦 那我们一起去看为什么拿鹅米 为什么那么苦呢 本来拿鹅米是不苦的 本来拿鹅米是不苦的 他加了一个有身份有地位 有产业的鹅米 他加了一个有身份有地位 有产业的鹅米 现在来说是中产 如果以现在的情况来说 他是中产 还生了两个儿子 还生了两个儿子 马伦和基连 马伦和基连 在当时这个重男轻女的社会 在当时这个重男轻女的社会 南奥米真是无贫指贵 南奥米真的是无贫自贵 他过去一个很幸福的少奶奶的生活 他过了一个幸福少奶的生活 不过好景不上 但是好景不长 他住的那个地区 百里行发生了饥荒 他住的那个地区 百里行发生了饥荒 他老公觉得 留在那里不是办法 他老公觉得 留在那里不是办法 所以就决定一家人 暂时先搬去摩押那里 等饥荒过了之后再回去 等饥荒过了我们才搬回去吧 大家知不知道摩押人的祖先是谁 大家知道摩押人的祖先是谁呢 那他们和以色列人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他们跟以色列人的关系又是怎样呢 首先摩押人的祖祖叫做摩押 首先摩押人的祖祖叫做摩押 是亚伯拉罕的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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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大女儿 亂伦所生的子 跟大女儿乱伦所生的儿子 跟大女儿乱伦所生来的儿子 其次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另外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另外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这个摩押人不单止没有帮手 摩押人不单单没有帮忙 还出钱来请先知巴兰来奏助这些以色列人 还要出钱去请先知巴兰去诅咒他们 所以律法是不准这些摩押人参与 所有以色列人公开敬拜神的仪式 所以律法是不批准摩押人参与所有任何以色列人 公开敬拜上帝的仪式 虽然摩押人和以色列人的关系不是很好 虽然摩押人跟以色列人的关系不是很好 不过他们始终都是亲戚 但是他们始终也是亲戚 本来以利米勒他们去到摩押 本来以利米勒他们来到摩押 只不过他想着避下风头 只是单单去避避风头 只是单单去避避风头 不想因为饥荒而挨基底 不想因为饥荒而挨基底 正式是大的不吃两个小的都要吃 真是说大的不吃小的也要吃 不过他想都没想过他这样一去 但是他们没有想过他们这么一去 他自己永远都没有机会再回到摩押行 他们也没有机会再回到摩押行 以利米勒暂时没有机会 以利米勒没有机会 我们一起来读读第三节 我们一同读第三节 后来南河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 第三节 我们一起来读 后 姐不帮我走 我听我读 后来南河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 姓夏妇人和他两个儿子 经文第三节读起来好像很简单 经文第三节读起来好像很简单 不过对南河米来说 就一点都不简单了 本来去到这个人生路不熟的摩押生活 本来来到人生路不熟的摩押生活 已经不是很容易的了 已经一点都不简单 现在连老公都死了 现在老公也死了 剩下他和两个儿子 剩下他和两个儿子 相信当时的南河米一定很伤心很难过 相信当时的脑里一定是很伤心很难过 他还要考虑一下怎么肩负一家人的生活费 他还要考虑一家人怎么兼顾一家人的生活费 不过幸好还有两个儿子在他的身边陪着他 但是幸好还有两个儿子在他身边陪着他 都算是一种支持和安慰 都算是一种支持和安慰 其实在南河米身上所发生的情形 一点都不陌生的 其实在南河米身上所发生的情况 一点都不陌生 每一天都在世界各地那里发生 每一天在世界各地每一个地方都正在发生 在新冠肺炎的疫情之下 在新冠肺炎的疫情之下 不单只带来很多死亡的案 不单单带来很多死亡的个案 报道在印度昨天都死了四千多人 报道说昨天印度也死了四千多人 所以在这个疫情之下 带来了很多的孤儿寡妇 所以这个疫症为这个世界带来很多孤儿寡妇 第一姐妹在你们的身边 会不会有好像南河米这样的家庭 弟兄姐妹在你们身边有 好像南河米家庭这个情况的家庭 我记得在新加坡的时候 我记得在新加坡的时候 我和我老公都有参加教会的康礼小组 我跟我老公也有参加教会的康礼小组 在小组里面有位姐妹的老公 因为癌症回到天家 在居会小组里面 我们有位姐妹她的老公因为癌症回到天家 当时她的儿子只有八岁 当时她的儿子只有八岁 这个妈妈就好像南河米这样 很伤心很难过 这个妈妈就好像南河米一样 就很伤心很难过 因为在小组里面我们大家都很熟 因为在小组的关系 我们在组里面很熟 关系也很好 关系很好 我们都很担心她们的生活 我们也很担心她们的生活 我很感恩一件事 我很感恩一件事 我们三天在证讯会 都开始了团契小组 我们310代金星会也开始了团契小组 团契小组是一个体验和实践 互相关怀彼此相外的地方 团契小组是一个体验 跟实践 比起相爱比起光顾的地方 希望大家如果可以的话 都尽量抽时间去参加 希望大家如果可以的话 尽量安排时间去参加 我刚才说的这位姐妹 我刚刚所说的这位姐妹 是从马来西亚嫁到新加坡 她是从马来西亚嫁到新加坡的 她在新加坡是一个亲人都没有 她在新加坡是一个亲人都没有 而当时我和我老公在新加坡也是相依为命 那当时我跟我的老公来到新加坡也是相依为命的 所以每逢过时过节 所以每逢过时过节 我和我老公都会邀请她和她的儿子来我们家吃饭 有时候或者是我们煮的东西去她的家里和她一起过节 有时候是我们煮一些东西去她们家里跟她们一起过节 但姐妹母亲节是提醒我们要孝敬妈妈 记念妈妈的伟大 不过我们可不可以把母亲节的范围和母亲节的定义 我们扩大到所有的家庭 扩大到其他的家庭 是所有有需要的家庭 是所有有需要的家庭 特别是那些孤儿寡妇和单亲的家庭 特别是那些孤儿寡妇或者是一些单亲的家庭 我们更加需要去关心、帮助、支持和鼓励这些的妈妈 我们更加要帮助、鼓励和支持这些妈妈 让她们可以知道她们不是孤单的 让她们知道她们不是孤单的 她们不是没有人关心的 她们不是没有关心的 在南河米她一个人独力地养大一个儿子 当南河米一个人独立护养两个儿子的时候 好不容易两个终于长大了 好不容易两个儿子长大了 还结婚了 还有结婚 她们娶了的都是摩鸦的女孩 她们娶的也是摩鸦的女孩 一个叫摩尼巴 一个叫露德 一个叫鹅尼巴 一个叫露德 相信我照一般的家庭来说 相信按照一般的家庭来说 妈妈疼自己的儿子是很正常的 是吗 作为一个妈妈同爱自己的儿子 是很正常的 这里有没有妈妈不疼自己的儿子 没有啊 这里有没有妈妈不爱自己的儿子 应该没有吧 不过南娥米不单止疼自己的儿子 但是呢 南娥米不单单只疼爱自己的儿子 她还对两个媳妇很好 她也对自己的信报很好 在第十一到十二节 她到十一到十二节 她到十一到十二节 南娥米很亲切地叫两个媳妇做什么 她很亲切地称呼她们的信报 她称呼她们的女儿 她称呼她们为我的女儿 她把两个媳妇像女儿一样来疼 让她们是女儿来疼 女子妇 你对你们的女婿和媳妇是怎样的 各位弟兄姐妹 你们对你们之前女婿和媳妇 你是怎么看待的 我们除了要学习南娥米 我们除了要学习南娥米 把媳妇和女婿好像子女那样疼之外 把女婿和媳妇好像自己女儿来疼之外 还要好像南娥米那样忠于上帝 也要好像南娥米一样忠于上帝 虽然南娥米在摩押已经住了十年 虽然南娥米在摩押已经住了十年 不过她没有忘记上帝 但是她没有忘记上帝 没有离弃上帝 没有离弃上帝 她没有受到当地拜偶像风俗的影响 她没有受到当地拜偶像的风俗影响 她的媳妇老德在第十六节说 她的媳妇在十六节里面说 她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一个在拜偶像的地方摩押长大的老德 一个在摩押地方长大的路德 竟然愿意将她奶奶的神当做自己的神 竟然愿意把自己婆婆的神当成自己的神 我相信一定是南娥米经常在家里 跟他们讲说上帝的事 相信是南娥米经常在家里跟他们讲说上帝的事 上帝怎样带领他们出埃及 上帝怎样施展他的大能神迹 上帝怎样让他们出埃及 还有他怎样施展大能的手 他说了很详细地给他们听 他是很详细地跟他们讲 让他们有机会认识和知道上帝的大能 让他们有机会认识和知道上帝的大能 知道上帝是一位真神 知道上帝是一位真神 弟姐妹我们又有没有像南娥米那样 弟兄姐妹我们有好像南娥米一样吗 将耶稣介绍给我们的子女 孙子孙女或者家人认识 我们有把上帝介绍给自己的儿女孙子孙女认识吗 本来南娥米和两个儿子两个媳妇生活得很开心 相处得很融洽 本来你跟两个儿子跟两个媳妇生活得很开心 就等什么时候可以抱孙子呢 就等哪个时候可以抱孙子的时候 做妈妈怎样不紧张想抱孙子呢 做妈妈会很紧张想要抱孙子呢 不过一个晴天霹雳的事发生在南娥米的身上 但是一个晴天霹雳的事情发生到南娥米的身上 我们一起来读第五节 我们一起读第五节 第五节也都是很轻描淡舌地说 第五节也是很轻描淡舌的这么说 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 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 马伦和基连是谁啊 马伦和基连是谁啊 他们是南娥米的宝贝仔啊 他们就是南娥米的宝贝儿子啊 我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死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死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 到底发生什么事 因为圣妃无记载 因为圣经没有记载 不过我们可以知道南娥米所遭遇的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南娥米所遭遇的 是一个私心裂肺的痛来的 是一个私心裂肺的痛 寡妇丧子 八头人送黑头人啊 是寡妇丧子 是白头人送黑头人啊 第一姐妹 如果是你 你受不受得住啊 弟兄姐妹 如果是你 你承受得住吗 现在 在这个家里只有三个女人 现在 生下在这个家里的只有三个女人 是三个都没有子女的寡妇啊 是三个都没有儿女的寡妇 南娥米在摩鸭这十年 那你在摩鸭这十年 老公 两个儿子 先后离开了她 老公 两个儿子 先后离开了她 一个接一个打击 一个接一个打击 一刀一刀地摳入她的深度 一刀一刀这么割下去她的心里面 她真的痛不欲生啊 她真的是痛不欲生 现在的她已经没有希望了 如果可以有个孙子继承一下家业都好啊 如果可以有一个孙子 可以继承家业的还更好啊 现在没有了 现在没有了 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我老公的姐姐的儿子 我老公姐姐的儿子 在六年前跑马拉松的时候 她暈倒了 经过了很多个小时的抢救 最后都救不了 最后也救不了 大家知道吗 她姐姐到现在有时 讲起或者想起她的儿子 都会流眼泪 也会流眼泪 她的心仍然是很痛很痛 她的心仍然是很痛很痛 圣经很真实地记住一个人的经历 甚至很清楚记在一个人的经历 她所面对的困境无奈和感受 她所面对的困境无奈和感受 甚至要聊她的心里愿想的是什么 甚至连她的心里面所想的 包括好的和不好的 包括好的和不好的 都毫无隐瞒地记录了下来 都毫无隐瞒地记录下来 我不是她认为她之所以这么苦 是因为上帝攻击她 是因为上帝攻击她 是上帝给她 是上帝将货给她 圣经记载的拿额米不是没有痛苦的 圣经记载的拿额米不是没有痛苦的 不是没有怨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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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拿额米因为有对上帝的信心 但是因为拿额米对上帝有信心 就算是痛苦有怨言 就算是痛苦有怨言 有很多不知道为什么的时候 有很多不知道为什么的时候 她仍然可以积极地面对 她仍然可以积极地去面对 拿额米没有离弃上帝 在这么惨痛的经历之后 她听到上帝眷顾她的指摸 她听到上帝吃粮食给她们的消息 她听到上帝吃粮食给她们的消息 等姐妹这些会不会是上帝对她的呼召声呢 弟兄姐妹这个是上帝对她的呼召声吗 当日拿额米离开百里行是因为饥荒 当天拿额米离开百里行的时候是因为饥荒 既然现在饥荒已经结束了 既然现在饥荒已经结束了 她已经没理由再留在这个伤心地摸鸭了 她已经没有理由再留在这个伤心地摸鸭了 她决定要回去百里行一个敬拜上帝的地方 她决定要回去百里行敬拜上帝的地方 拿额米和两个媳妇 额尼巴和路德一起执行李 额尼巴和路德一起收拾行李 他们一起出发一同出发 不过出发没多久 但是出发没多久 突然拿额米就叫他们不要跟着我 拿额米突然就跟他们说你不要跟着我了 还求上帝帮助他们可以再婚成功 还求上帝帮助他们再结婚成功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本来他们走得好地地的 本来他们是走得很好 为什么拿额米会那么突然的 为什么拿额米会那么突然呢 会劝他们回家叫他们回去再结婚的 为什么劝他们回家再结婚呢 可能拿额米一直跟两个媳妇相依为命 可能拿额米不断跟两个媳妇相依为命 身为一家之主的他 他从来都没有想过要放弃这两个媳妇 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这两个媳妇 而且对于这个没有了老公 连两个媳妇都没有了的拿额米 连老公都没有的拿额米 他能够有两个媳妇在身边照顾他 他能够有两个媳妇在身边照顾他 那不是更好是不是 不是更好吗 不过拿额米爱他们 但是拿额米爱他们 拿额米为他们着想 愿意让他们重获自由 愿意让他们重获自由 追求他重新的幸福 追求他重新的幸福 因为根据摩西律法的规定 因为根据摩西律法的规定 寡妇是不可以嫁给外人的 寡妇是不可以嫁给外人的 只可以由他老公的兄弟娶他过来 只可以由他的老公的兄弟娶他过来 然后生的长子就归到他死者的名下 生的长子就归到他第一任丈夫的名下 不过后来就延伸到亲族都要尽这个义务 后来他到庆祖也要尽这个义务 那我们知道自己根本没有可能再生一个儿子 这个儿子要等到很久才可以长大 才可以娶他们做老婆 就算有这个儿子也要等很久 让他长大才可以娶他们做老婆 所以那我们不想这两个媳妇 好像她一样 所以那我们不像她两个媳妇 好像她一样 都是寡妇这样孤独终老 好像她一样寡妇孤独终老 似乎改嫁对他们来说 看来改嫁对他们来说 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是比较好的选择 或者我尔巴觉得 娜娜米说得也都挺有道理的 可能我尔巴她觉得 娜米讲得不错 所以我尔巴就跟娜米来一个goodbye kiss 所以我尔巴跟娜米就来一个goodbye kiss 之后她就转身回到一个拜偶像的地方摸牙 所以她就转身回去摸牙一个拜偶像的地方 那路德呢 那路德呢 路德怎么决定 路德怎么决定 他爱娜娜米 他很爱娜娜米 他不舍得娜娜米一个人辜负伶伶 无依无靠 他不舍得娜娜米自己一个人辜负伶伶 无依无靠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上帝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上帝 他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他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他在望上帝做他的神 他望上帝做他的神 他坚决地要陪娜娜米回去 他坚决陪娜米回去 他要去到一个敬拜上帝的地方 他要到一个敬拜上帝的地方 南奥米和路德都是以一火恩慈怜悯的心 南奥米跟路德也是怀着一个恩慈怜悯的心 来为对方着想 来为对方着想 甘愿放弃自己的利益 甘愿放弃自己的利益 德兄姐妹在现今的婆媳之间 弟兄姐妹在今天的婆媳之间 人与人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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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与朋友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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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不会有这种 愿意为对方着想的爱 会有为对方着想这种爱吗 上帝不单止没有离器那奥米 上帝不单单没有离器那奥米 还听到他痛苦呐喊的呼求声 还听到他痛苦呐喊的呼求声 上帝要祈福给他 上帝要赐福给他 上帝将一个忠诚且体贴的媳妇奴 上帝把那个忠诚和体贴的路德 放在那奥米的身边来陪着他 放到那奥米的身边陪着他 上帝带领路德 上帝带领路德 去到那奥米丈夫的一个亲族里面 在那奥米丈夫亲族里面 去到波马斯的田里面去执墨水 去波亚斯的麦田 去到田里面执墨水 去收那个买税 最后波马斯取了路德 最后波亚斯取了路德 还令到路德怀孕了一个子 叫做俄比德 还让路德怀孕生的子叫俄比德 按照路法来说 按照路法 这个俄比德被思维是 所以那奥米的家族的命脉可以延续下去 所以那奥米的家族的命脉可以延续下去 马拉痛苦的时代过去了 马拉痛苦的时代过去了 那奥米以养母的身份 来到照顾俄比德 拿俄米用养母的身份去照顾俄比德 俄比德大家知道是谁吗 俄比德你们知道是谁吗 他是大卫王的爷爷 他是大卫王的爷爷 也是我们主耶稣的祖先 也是我们主耶稣的祖先 弟兄姐妹 作为一个母亲 作为一个母亲 我们不单要爱惜我们的家人 我们不单要同爱自己的家人 还要把我们的信仰传承下去 还要把我们的信仰传承下去 就像那奥米那样 就好像奥米一样 但我们的家人都会说一句 让我们的家人也会讲一句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作为一个蒙福的母亲 作为一个蒙福的母亲 要具有同理心 能够换位思考 具有同理心 光位思考 南奥米除了她自己是寡妇之外 南奥米除了她自己是寡妇以外 她两个媳妇也是 她两个师父也是 她不单止没有自私地强留她们 在身边来照顾她 她没有单单自私地抢留她们 留在身边照顾自己 反而主动地去为她们的前途着想 反而是转过来为她们的前途着想 希望她们能够得到幸福 希望她们得到幸福 作为一个言量熟德的好妈妈 作为一个言量熟德的好妈妈 不单止是持家有道 不单单是持家有道 更加要能够懂得为下一代着想 更加需要为下一代着想 而不是用情感来绑着下一代 不是用情感绑着下一代 要下一代来孝顺自己 照顾自己 要下一代孝顺自己 孝敬自己 弟兄姐妹 无论你是母亲 无论你是母亲 无论你是父亲 还是父亲 无论你是儿子 无论你是儿子 还是女儿 在我们选择的时候 我们会以自己的利益先 我们会以自己的利益先 还是我们会将心比己 这样为对方着想 还是我们会将心比己 去为对方着想 有时甚至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利 有时候甚至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利 我们同心来祈祷 好吗? 恩主 真是多谢你 因为你赐给我们 从天上而来的慈爱和恩惠 求你赐给我们一复 恩慈怜悯的心 能够主动地去关心 帮助有需要的人 帮助我们 能够因为你对我们的爱 而愿意为他人着想 将自己的利益放到最后 愿你使用我们 成为多人的祝福 成为你手中合用的喜命 荣耀你的名 我们的祷告 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 阿们